北挑青年在近期成為熱門話題 除了北上就學或求職的國人外 更由一群遠離家鄉 來台尋找工作機會的移工 而位於台中的東協廣場 除了提供他們假日休閒的場所 更販售各式東南亞特色商品 我每個禮拜天 每個禮拜天都會來買東西 對,方便 很方便,很喜歡這邊 台中市政府於2016年開始 針對東協廣場進行軟硬體改善 更成立國際移工服務中心 期盼打造友善移工的環境 但周遭新進入的店家 卻紛紛設置告示牌 禁止移工坐在走道上 甚至連花圃也在規定範圍 限縮了移工們的活動空間 台灣社會其實面對於移工的需求 其實是 就是走一個很粗暴的說 你要符合我的規範 我才給你空間 我們發現滿高比例的移工 其實都有被趕過的經驗 這是民間單位他們自己做的 那因為外面那個範圍是大樓 管委會所管轄 有些地方是公共空間 所以就必須要遵守一些大樓的 他們的規章 台灣國際移工協會曾批評設立告示牌 是不尊重移工本身文化的行為 但立牌上的禁止規範 其實影響的主要是印尼 即越南移工 對於菲律賓移工來說 因為他們並沒有席地而坐的文化 反而對此感到不舒服 目前東協廣 聚集印尼、越南、菲律賓及泰國移工 告示牌看似影響全體移工 但其實各國間仍存在不少文化差異 甚至會演變成移工之間發生衝突的原因 有很多人坐在身邊 所以我對我來說不舒服 有不同的國家 例如菲律賓、印尼士、印尼士 我們可以討論這個情況 我們有不同的語言 所以我們可以明白 東協廣聚集了多元的移工族群 因為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 難以用統一的標準 規範不同國際的移工 市政府與管委會在改善硬體的同事 也因顧及各國的文化差異 讓移工間減少因為語言及習慣不同 所產生的嫌隙 降低彼此間的衝突 才能讓東協廣場 真正成為多元文化共融的空間 記者林潔莉、孫逸雲、陶宜萱 綜合採訪報導